首先我们欢迎爱问团 本期爱问团是胖胖红羊 桌上摆的这些海鲜 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是的 我觉得你爸妈妈给你起名字 也是有这个寓意的 都是带水的 红啊 羊啊 在水边嘛 所以对于你来说 海鲜应该非常熟悉了 是吗 它是来炫富的 它说这些东西 它都是从小吃到大的 真的吗 比如说像中间这一个龙虾 就不是一般我们吃的 那个小龙虾 是海虾 几百块一斤 是不是 它从小吃到大 这就是我们春节的时候吃的 一年吃一次 也就吃一次 其实我们主要是不考量 它到底是多少钱 其实吃海鲜在秋季里 很有讲究的 对吧 我们从补的角度 从养生角度 今天我们好好来考量一下 我们就请到专家是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营养科 副主任医师 李莹老师 有请 欢迎 李莹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营养科 副主任医师 北京医学会 临床营养分会 常务委员 欢迎你老师 主持人好 李老师你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请您就来队了 因为咱们从营养学角度来 好好讲一讲 在这个秋季养生 是不是这个时候吃点海鲜 会很有好处呢 我要说一句话 俗话说 一下不病 需三分 你没生病 这一下天又是热 又是炒 有的人胃口非常的差 苦下 对 你这身体都比较虚弱了 是的 他们有人说 从立下开始自己称重量 然后再到立秋的时候去称 明显减了很多 对 所以还得为了冬天做准备 秋天的养生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秋天要进补呗 进补最重要的是什么 贴秋标 但是我真没听说贴秋标 吃海鲜 那就是南北方的区别 可能北方贴秋标 吃肉 羊肉 牛肉 在咱们南方贴秋标 进补的时候 就应该吃各种海鲜 是吗 对 南方不是肯秋桃吗 我们的那个商城里 秋桃都已经卖风了 你不知道吗 对 边吃海鲜边吃秋桃 其实那我们能够感受到 确实吃海鲜 是大家的一种 非常好的这个饮食习惯 同时呢 吃海鲜一定是里边 有某些营养素 非常值得我们身体补益 是不是 没错 说实在的吧 秋天一定要补 这个没有商量的 补什么 像刚才说一贴秋标 什么肘子啦 酱肉啦 我们都能卖风 或者是卖什么 卖完为止 对 实际上 秋天它还没有到冬天 那么的冷 我们补应该是温和一些的 晚和一些的 这时候海鲜上来了 是最肥美的时候 其他的不是说 但凡到了这个 金酒饮食的时候 我们要吃 螃蟹 这个就典型海鲜了 没错 所以这时候海鲜进补 非常适合 那到底在这个季节里 怎样这个秋季进补 如果是食用海鲜的话 有哪些讲究 或者还有哪些禁忌呢 我们请李老师坐下来 慢慢聊 有请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 聊一聊 秋季养生食海鲜 今天我们看到了是 我们两位面前摆放了 很多很多的海鲜 好多好多 对不对 来胖胖 你很喜欢吃海鲜 面前有哪些海鲜 介绍一下 这个呢 其实算不上海鲜 大闸蟹 算核鲜 对吧 这个呢就是蛤蜊 小贝壳就特别多 反正有小的大的 充充洗洗 往锅里一煮 贝壳类的 还有这个 带鱼 因为我是长在重庆嘛 对 长江边 我们那个时候 就小的时候 真的没见过海鲜 我们那儿的海鲜 就是带鱼 对 那个时候就吃带鱼 作为海鲜 而且把它用来 炸了之后 随手去厨房 偷那么两块 哎呦 可香了 一般怎么炒糖醋带鱼 特别的鲜 对对对对 而且内地 像重庆亚湖北一带 可以说是离海边 是比较远的 对 那个时候想吃到海鲜 非常不容易 就只有带鱼 带鱼就能作为海鲜 来尝鲜 对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我超爱 我超爱 而且就是 我喜欢生吃它 赞点这个 芥末 柠檬 柠檬 到底是什么呀 生蚝 生蚝啊 生蚝一般是补肾 比较好 对你多吃吗 对 补气血 养精力的 好 好 这个呢就是海螃蟹 还有这个 最贵的 刚刚说过 龙虾 大龙虾 对 好的 老师在这个桌上 已经琳琅板木的 展现了这么多的海鲜 各位就在你们面前 这些海鲜当中 挑选出你们喜欢的三样 好不好 每人挑三样 你 你那好吃的都拿完了 没事没事 它那个选的是贵的 你选的海产品里 都有脑黄金 对 都是比黄金还贵的 好 其实呢 我们看得出来 各位都已经选择了 适合他们自己的海鲜 那我们就根据他们所选的 这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海鲜 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里边怎么个好法 怎么烹饪 更好 好吗 我们先从胖胖开始 你选择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核鲜了 我不知道这个螃蟹 有没有 老师您说的 海鲜里面 什么钙铁心锡 DHA EPA 它有吗 大闸蟹有一个特点 它有时候黄特别的丰富 对吧 所以里边的维生素A 这个含量特别多 说到维生素A 我们知道是 对眼睛好 实际上不光是对眼睛好 它对我们的皮肤 黏膜都有好处 像这个黄那边 实际上就是卵 除了维生素A多 卵磷脂也多 卵磷脂 我们经常听说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卵磷脂首先是 要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 卵磷脂不可缺少 对的 然后是要促进脂肪的代谢 卵磷脂也不可缺少 举个例子说 油和水 它不混合在一起吧 可是我们血液中的血脂 为什么能很好地溶解在血液中啊 这里边的磷脂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胖胖和红阳分别选择的第二样是什么呢 来 各拿一个 蛤蜊 蛤蜊 红阳选什么的 哎呀这个 生蚝 其实我们俩都选的是贝类的 都是贝类的 对对 这个贝类实际上先说这生蚝 生蚝最大的特点 刚才说的蛋白啊脂肪啊 咱都不提 一样的好 最大的特点 它是含辛极其的多 比螃蟹里的含量更高是吗 对对对 因为它你说它蛋白好 或者是其他营养成分好 它俗称叫做海洋的 海底之牛奶 所以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它特殊一点就是心 没有其他的食物能跟它比 哦 这个心为两元素 非常的重要 孩子一不爱吃饭了 说要补心 实际上心是维持正常食欲 非常重要的 那那个旁边 胖胖所选的这个蛤蜊呢 蛤蜊来说可以说是小海鲜 哦 你说真的让它补充蛋白质啊 你量可能吃不到那么大 它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它非常的鲜 你可以拿它当胃精用 哦 你可以拿它当胃精用 但它的营养要比胃精多多了 而且它这个是有根据的 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鲜味胺基酸 非常的丰富 哦 所以一般的 你像蛤蜊的话 我看它们吃的最多的是拿那个炒 太可惜了 把那 尤其在那个香辣的炒 把那鲜味全部都 香辣化掉了 你说把那个鲜味全部都给去掉了 对 因为本身它里边所含有的这种鲜味的 胺基酸是非常多的 对 一旦进行了高温处理 可能就把它给去除掉了 太可惜了 比如说我们拿它熬粥 我们拿它做汤 甚至说 比如说我的豆腐 你老觉得植物蛋白也很好 对身体好 但是很寡味 你又是做个豆腐汤 你加几个蛤蜊 味道立刻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老师就提醒大家 如果要吃蛤蜊的话 就是一般的像清炒一下 或者是拿它煮粥 去吃蛤蜊的最佳烹饪方式 对 一定要把它的鲜味突出出来 对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红杨跟胖胖胖所选的 最后一款分别是什么呢 哎呀 龙虾 不得了 龙虾 胖胖胖是什么 其实不要看我这小小的 这是什么 你乍眼一看 以为是一碗粥是吧 我可是海参粥 你以为 海参 对 海参和打龙虾 其实龙虾 我们更关注的它是里边的虾青素 虾青素 对 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 就是因为 一般的虾子它是有虾青素 所以它生的时候呢 就是青色的 一旦你这个油炒了之后 就变红了 就变红了 这个虾青素 它抗氧化的物质 首先是美容 让我们预防衰老 然后就是 对于我的任何细胞器官 它都有预防衰老的功能 这么厉害 对呀 任何细胞都可以受到 养自由基的攻击呀 对不对呀 像虾青素 维生素E 这些所有的抗氧化物质 联合起来 在保护我们的机体 那大龙虾 那您觉得 它应该怎么烹饪这盒子呢 那可多了 肉吃刺身 虾饺呢 用来炒 头呢 尝尝肚子呢 用来熬粥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按照老师的说法 肯定还是 清蒸了比较好 熟食比较好 对对 我们真的是不主张去生吃 这胖胖太会吃了 不实在的吧 这几种做法 都让你给说到了 真的实际上 大龙虾来说 它一般都是 三吃四吃 有生的 有得炒一炒 有做汤的 从我来说 从安全来说 首先生吃 不推荐 清蒸嘛 对 炒的话 稍微地放一点点油 稍微地调一点味 好 那这是龙虾 我们再看一看 胖胖所挑选的海参 海参 海参的话 虽说是海里的 但是它跟其他海鲜 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一般水里的东西都 但是海参不是 它是属于温热性的 温热性的 它的滋补的作用 会更强一些 我 难怪它叫海参的 对 它是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海参应该代替什么去吃 实际上它还是属于 优质蛋白质类 代替我们的肉去吃 但是它的滋补的作用 比如里面的海参 比如里面的海参多糖 这些增加我们抵抗力 延缓衰老 或者说是抗肿瘤的功效 是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 那所以海参到底应该怎么吃 海参的话 我们煮粥非常好 我们炖汤也可以 或者给它煮熟了以后 我凉拌也可以 专家已经为我们介绍了几种海鲜的功效和食用方法 我们也列举几种 已供您参考 三万鱼中 Omega-3脂肪酸含量极高 有助于老年黄斑变性患者保护势力 由鱼中富含蛋白质 Omega-3脂肪酸 铜 铜 鲜 B族维生素合点 B族维生素有助缓解偏头痛 磷有助钙的吸收 扇贝热量低且不含饱和脂肪 长支扇贝有助预防心脏病 中风及阿尔茨海默病 章鱼含大量的B族维生素 钾 锡以及牛黄酸合铁 其中牛黄酸可降低血胆固醇 有助预防心脏病 缓解压力 环境污染严重 鱼头中是否真的含有致病重金属 现在的江河湖泊真的是有污染的 所以鱼头的话 你说它有这么多的好处 我们不可以一次大量的事 海鲜搭配美酒满足您的味蕾 啤酒加海鲜究竟会不会引发痛风 我们又真的是喝酒 也不配着啤酒喝 白酒 黄酒 最讲究的是黄酒 鱼饰演生会精彩继续 好 今天我们讲的是秋季养生食海鲜 老师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对于海鲜 也许有一些误解 比方说你看海鲜加维生素C 如果两个加在一起吃的话 就等同于吃B霜 这肯定不是 因为生蚝我们都是蘸那个柠檬汁 那不就是海鲜加大量的维生素C 它是一个误区 实际上海鲜里头只要符合我们上市的条件 在标准 在我们的标准之内 它的身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真的能够达到这个中毒的剂量 或者效果的时候 您得吃上百公斤的海鲜 您得吃几十公斤的这些蔬菜 谁的胃口能有那么大呀 对 所以咱们正常的食量吃 是您放放新鲜的 安全的 这是误传 对 好 第二条 那海鲜跟这个柿子一块吃 会不会肚子疼的 是有这种说法 也有这种说法 是这样吗 老师 现在有好多的食物禁忌 实际上是跟我们 首先是这个食物足够不足够新鲜 对 第二 您大量的吃 你就是吃这柿子 你大量吃不吃海鲜 它也一样肚子疼 还有是不是过敏的体质 或者是什么呀 你的功能 你的消化功能怎么样 这些因素如果都没有的话 您这么吃是安全的 好 首先我们把第一条这个去掉 这个是肯定不可能存立的 对 好 那么再看看下一条 下一条我们显示的是 先吃抗过敏药 就能够防海鲜过敏 对吗 因为我尝过敏 我如果说知道 今天晚上是海鲜大餐 那我就真的会先吃两颗过敏药 我真的要劝劝你啊 胖胖 一定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呀 首先啊 你吃抗过敏 过敏是怎么回事 你的反应太激烈了 对 是我们这种变态反应 是说它反应过于强烈了 这个反应的话 轻折 仅仅就是说 哎呀 我这起皮疹了 我身上难受啊 痒痒 我吃点这个抗过敏药 还能给它什么呀 还能给它抵抗住了 对 你知道最严重的过敏 是什么样子吗 要命呗 对呀 当时就是猴头水肿 对 或者是什么呀 哮喘 它根本就这口气上不来 直接就可以要命的 所以为了吃这一口海鲜 我们吃过敏药 这种严重的过敏 这个药物有时候是会 它不起作用的 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定不要这么吃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就是鱼头重金属含量高 就鱼头 它里面的重金属含量高 我们尽量少吃 这个成立吗 老师 说家鱼头都有重金属 可是吃鱼头不是说聪明吗 聪明 对呀 看出来这种犹豫了 他聪明 因为里边的卵磷脂多 里边的这个 这种脂肪酸呀 DHA EPA出奇的多 但是这个重金属 现在的姜和糊泊 真的是有污染的 所以鱼头的话你说它有这么多的好处 我们不可以一次大量地吃 或者经常地吃 像虾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再去吃了 好 那最后就是看看这一条 这一条好像大家都能够理解 就是海鲜加啤酒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对于那些本身尿酸 就是偏高的朋友来说 就会诱发痛风 是吗 当然是了 我觉得这是真的 这个呀 我跟你说吧 有无数的病例给我们验证了这一条 对 我把这条摆在最上面好不好 对 那就是对于那些本身 您的尿酸的这个检测值含量 已经很高的朋友来说 如果大量地食用海鲜 再食用啤酒 喝啤酒 很容易有发痛风 对 海鲜说到这个里边 还飘零最高的 比如像沙丁鱼 凤尾鱼 这是我们严禁这些血尿酸高 或者痛风的病人食用的 其他的海鲜的量会少一些 但是也比较多 其实啤酒它本身也含有一定的飘零 而且它促进这种飘零合成尿酸 然后又抑制了尿酸的排出 这两个加一块可以说是雪上加水 了不得 不得了 对 如果这个时候再吃点颅煮 吃点什么豆腐内脏 那就更了不得了 没错 那就是飘零大量的摄入了 而且吃海鲜我们刚才说了 大部分都是韩性的 对啊 我们要真的是喝酒 也不配着啤酒喝 白酒 黄酒 最讲究的是黄酒 对 养生小贴士 专家已经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些对于海鲜的传闻误区 做出了解答 我们也额外总结了一些 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 吃海鲜后喝茶 会长结石吗 茶叶中含有柔酸 与海鲜中的钙形成难融的钙 食用海鲜后喝茶 会增加钙与柔酸相结合的机会 形成结石 冰鲜虾不可白灼着吃吗 任何海鲜都只有在高度新鲜的状态下 才能做成清蒸白灼之类的菜肴 打包来的海鲜需要冷藏吗 如果海鲜已经高温彻底烹熟 那么只需马上放入冷藏室 下餐加热后即可食用 那此时此刻呢 我们也请老师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 在这个吃海鲜方面 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项 海鲜好吃 不可以一次大量的去吃 然后是多样化的去吃 刚才我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它们有共性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而且吃海鲜的时候 喝啤酒啊或者其他的酒 一定要什么呀搭配好了 量一定要控制好了 让我们又享受到了美味 又什么呀 又保持了健康 好的 也希望您在这个季节里呢 就是吃海鲜能够吃出健康 让您这秋季养生养得棒棒的 好了 那此时此刻看看我们的大厨 究竟在我们的厨房里 做出了怎样的美味 今天看的这个节目我才知道 这海鲜应该怎么吃 一个是要注意它的配比 都配上了 第二一个是要注意火候 也就是说海鲜呢 它烹调 第一要杀菌消毒 第二要让它完全成熟 那么这就需要火候 也就是说我们用多大的火力 烹调多长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过火了以后 这海鲜就没法吃了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道 海鲜的菜品 没错 这是扇贝 粉丝 蒜蓉 蒸扇贝 这是酸菜 对 这是我把这道菜改良的一个 酸菜 粉丝 蒸扇贝 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 要把这蒜蓉把它炒 我们要金蒜和银蒜 两种蒜来蒸 所以第一步我们是先炒 分一半是吗 对 先炒金蒜 但是在炒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 因为蒜它有一种粘液 很粘 是吧 所以这种粘液 我们如果在这个蒜蓉里面 在炒的时候 这就爆团 知道吧 怎么让它把它炒散呢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点上火 然后加一点 我们的金培玉米油 所以如何让这个蒜粒粒分开 也是有小妙招的 对 一定要有小妙招 来一点清水 加一点水就可以了 对 不用多 少加一点 拿这水一洗 洗完以后 这个水倒在哪儿 倒在我们这扇贝上 这样我们酸菜呢 酸菜与蒜是最香的 其实就相当于清水 洗过一遍这个蒜 对 这样我们炒出这金蒜 就粒粒分明 好香啊 现在这已经蒜香味都出来了 没错 为什么我们做扇贝的时候 基本上都要配上蒜呢 其实也是起到杀金座 对 蒜油很好的杀金座 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金蒜 看呈现金黄色以后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倒在一个小碗里面 好香啊 这个蒜味 第二我们先把这个蒜 这就是金蒜 对 把它炒好 这个金蒜呢 是在这里边作用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下一步是干什么 蒸扇贝 对 把我们这个扇贝拿过来 然后呢 每一个扇贝 把这个肉都取下 对 先取下来 然后呢 底下先放上什么 看啊 酸菜打底 酸菜打底 对 然后放上点粉丝 我这看着这一盘 我就觉得特别带劲 然后这时候我们这个蒜油里边 你看啊 还有一步工作 就是我们来一点好酱油 好的酱油 直接加进去 对 加一点美脊鲜 让它更加鲜上加鲜 对 然后呢 还要来一点 一勺盐 一勺鸡精 然后我们把它怎么办 搅匀 对 利用底下的一点酱油 让什么呀 让这盐和鸡精化掉 一定要把它搅动 搅匀 对 一定要搅动 然后每次捞的时候 还要从底下 这么着去捞 哇 现在就已经很香了 这个扇贝 平时你蒸的时候 是蒸多长时间 我觉得我应该有蒸了七八分钟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七八分钟时间长了 现在我们在往里边放的时候啊 就容易怎么样啊 你看 容易虚手是不是 是是是 这你教我一办法 不虚手 我在家用那个夹子 有夹子 没夹子怎么办 点一点凉水 让它降个温 然后吹一口气 这手就不烫了 轻轻松松的 还真的耶 那放进去 这样呢 忘火足气 蒸几分钟的 等它完全气上来以后 再蒸制 四分钟之内 你看啊 这个只要 你看我们打开盖啊 它还有那个 冒那个汁水 在上面 对 你看 只要它完全 这个肉质一收缩 就证明我们这道菜 这火候合适了 看见没有 这裙边都卷起来了 完全抽起来了 就行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 也是加上一点点水 关火 对 这时候加一点水 这是红彩椒 然后青椒 青椒 哎呀 这个颜色也好看 这个不光是好看啊 这个青椒椒上去以后 它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一散发出来 会对我们这道菜肴 产生更加浓郁的效果 这会儿撒什么 撒银蒜 银蒜 对 金银蒜嘛 哇 最后一步了 就要泼油了 然后我们把热油 这些热油呢 一定要不要吃特别多 就是稍微的往上边 一点点 擦一撕 然后让这个生蒜的 这个香气出来 这些青椒椒的香气 稍微一迸发出来 跟我们的扇贝粉丝和酸菜 一融合 就完美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热油 往上面来一点点 听到这个蒜呲一声 别了 酸菜粉丝蒸扇贝 一 烧油起锅 先把蒜蓉炒至金黄色捞出 扇贝洗净 粉丝凉水泡透 酸菜切丝备用 二 取扇贝壳 铺上酸菜粉丝和扇贝 把炒好的金蒜混合调料汁 撒在扇贝上 三 蒸锅放水 开锅后将铺好的扇贝放进去 三分钟后取出 撒上蒜末 青红椒末 浇油即可 我们这道鲜香味美的 酸菜粉丝蒸扇贝就做好了 这口好大 爆香在口中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个酸菜啊 它完全不像是 平时我们旧菜吃的那个 就是你觉得极酸无比 帮你开口 它是完美地融合到一起 没有酸菜单独出来的味道 没错 而是所有的味道 都融合到了一起